近日,维杰世界和我系列演讲在杭州举行 在现场,维杰与观众分享了这段36天6万公里旅程的感受 维杰将自己的思考具象到了自身企业的发展规划 从企业家、思想家到作家,不同的身份转换 对于维杰来说都有着卑鄙寻常的意义 我觉得所有的家都是我支持我的一帮团队,一帮人 我觉得我要对得起我的一个承担,是我最满意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未来究竟要做什么,其实是看我们在哪里有更多的需要 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做一个作家,或者去做一个企业家 或者一定要去做一个思想家 当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更多的时候,要思想家合用 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 这是我觉得我最希望,也是最满意的一个身份 身为80后的维杰在投资娱乐项目的选择上可谓是独具慧宴 由周星驰指导的美人鱼,西游扶摇篇 维杰军事投资人出品人,两部作品都是票房与口碑齐家 在现场,维杰不仅大方流露对好友周星驰的欣赏 并透露电影《美人鱼2》的开拍也在计划中哦 我觉得《美人鱼》应该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IP 同时我相信《美人鱼》除了这个《美人鱼2》之外 它其他的衍生的IP的发展也是我们的计划当中的下一步的整个的投资节奏 我觉得他自己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我们在片场有过很多的交流 他对一个镜头和一个感觉的追求 其实不亚于好多号称拍很多年电影的导演 其实他也是一个很纠结很好玩的一个人 他其实很多时候我个人觉得他的电影 他的标准就是要过得了自己那一关 他自己那关过去了 他才会让电影顺利的拍下去 我觉得《心眼》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玩 也是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交朋友的一个人 谢谢大家